九棵古银杏树 美味的油瓷 柴火鸡 靠手艺赚钱 让曾经贫穷的村庄改变了模样 这是一个神秘的小镇 所有店铺几乎都在卖酒 今天的生财有道 请跟我们一起走进贵州人怀 贵州省的人怀市地处前北 这里大山深处的令田村 夏季的时候气候宜人 是周边四川 重庆等地游客首选的避暑圣地 而我们听说现在的令田村 更有一番秋冬盛景 并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旅游财富 究竟会是什么呢 虽然说夏季是令田村的旅游旺季 但是很多当地人都知道 秋天来到令田村 可以看到一番不一样的景致 在这个村子里 有几棵成百年上千年的古银树 在村落里面集合成群 那在全国上千年的古银树 其实是可以见到的 但像这么大规模的 的确非常少见 那这样的季节里 走在一座树林当中感受一下 无边落幕乡乡下的氛围 也是一种非常惬意的旅游体 成片的银杏林被群山环抱 落叶声中令田村更显一番静谧的美感 您可能猜不到 这么一个漂亮的村庄 在变成旅游圣地之前 还是一片破旧的景象 卡斯特地貌特有的石墨化山体 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以前这里的村民不仅仅是穷 甚至会因为村子的闭塞和落后 遭遇人生的变故 2004年的时候 因为我的父亲得了老医学 那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不通 兴起彼此 有没有年轻人在家头的 那么就是没有结实地得了抢救 后来我的父亲在得病以后 两个多小时就去世了 2008年 在外地做生意的杨远邦 因为不希望乡亲们 再遭遇和自己一样的不幸 他和家族中的兄弟们 合计了一下 回村修通了第一条水泥路 而四年后道路的开通 去给村庄带来了另外一个 意想不到的好处 陆月修通了以后 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地方 气候非常地凉爽 再加上我们有九国千年营运素 那么外边人进来 以后就看到了 我们这里的九国千年营运素 或者我们满山便宜的怪事 就是后来就引发了 我们为了家乡 女友抗养这样一个主题 来打造这个的一种想法 从最初的回家开饭店 到现在做起了本地第一家 度假村 杨远邦把做生意赚的钱 大部分都投回了家乡 而当地政府也注意到了 令田村的变化 除了帮助建设村庄 更是把做生意的杨远邦 请回了村里 当起了村官 现在其实往这边看 能非常清晰地 看到这个村子 尤其是今天有一点点小雨 山东楼高的这个雾里 看着特别地漂亮 现在这个村庄 和你当年的村庄 已经完全不一样 我们整个环境的基础试试 变化太大了 现在我们是四通八道 更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我们相亲的 思想上的变化 这个都是最大的 精气试都提上来了 对对对对 精气试的变化 因为以前的什么收入的话 可能就是 基本上是一年住来 不够一年吃 但是现在的收入 我们人均也达到了 两万零七百的收入 旅游的发展 让村里的乡亲 做起了各色生意 就算是原来 不起眼的本地小吃 都成为赚钱的好生计 林大姐 你好 你好 在做什么呀 生命道包 蒸八 做瓷八是吗 做瓷八 蒸米打八 这个瓷八就是 我们平时吃那种 年年的瓷八吗 瓷八 哦 米已经蒸差不多了 蒸两好了 蒸好的米 用一根木棒反复垂倒 做成年年的瓷八 这只是本地小吃 油瓷制作的最初步骤 事先调好的豆馅 因为放入了花椒粉和盐 所以它与大部分瓷八 甜甜的味道不同 这是一个咸香口的小吃 把豆馅搓成团子 再包上雪白绵软的瓷八皮 油瓷已经基本成型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炸 现在油已经冒天了 很热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把它轻轻放进去 一天最多的时候卖多少钱 一天最多的时候 两百三十多 光四吧 光四吧 嗯 哇 出锅了 哇哦 多少钱一个 两个钱一个 哦 哦 哦 还需要点烫 看得见里边的馅吗 反正我这个角度 看里边的馅很清楚 厚厚的 虽然不是甜的 但是意外的好吃 真的 我还以为 甜的我不能适应 那也特别好吃 好吃啊 你可以往一口咬下去 那个酥的酱 外面酥 里面是糯米的软 还有这个豆馅 加了花椒和盐 还有豆子的香味 混合在一起 在这样 秋雨过后 有点微冷的这个天气里 吃上热热的这个炸油瓷 绝了 好吃 看看看看 漂亮不漂亮 任大姐一家经营着一个小店 顺便制作小吃售卖 每年能有十几万元的收益 在以前 她是绝对不敢想的 而现在 不仅任大姐家的日子 越过越好 邻居家专门做一样菜 柴火鸡 也是生意红火 新大姐 咱们现在拿着盆 要去干什么呢 去撕菜 摘点菜是吧 摘点菜 你这个炒这个柴火鸡 还要菜吗 要 要是吃的 和鸡 和鸡去做 和鸡去做 就是鸡炒好了以后 加水的时候 再把菜放进去涮 和鸡去做 自家种的菜 自家种的辣椒 自家养的鸡 柴火鸡 之所以受到食客的喜爱 和地产食材 新鲜美味分不开 而热辣的贵州做法 更是柴火鸡 好吃的灵魂所在 柴火鸡 重要的是这么一个 烧柴火的灶 是的 现在我们这个灶已经是 火已经烧上了 锅里面看 哇 油热了 我没想到柴火鸡 要用这么多丰富的配料和调料 对 那我们现在往里 先炒料 先炒鸡 先炒鸡 好 来 柴火鸡 重要的是柴火灶 木柴燃烧带来的充足热量 让这道菜制作起来 也有一些风卷残云的气势 炒好鸡块盛出来 再把所有调料放入锅中 经过油脂的烹炸 各色香料中的味道与鸡肉慢慢融合 焦织成柴火鸡的复合香气 看着很好 您也吃 嗯 好香哦 它因为那个鸡炒过之后 把料重新炒下再把鸡放进去 所以炒干了 那个香料的味道全部包在这个鸡肉的外面 对 而且鸡肉很有劲 但是又很嫩 好吃 这样一只鸡怎么卖 三十多块钱吧 多少钱一斤啊 五十八 哦 五十八一斤 一只鸡差不多三百多块钱 对 然后来吃的人 就是买只鸡就好了 付鸡的钱就行了 对 制作 然后夹菜 米饭 都不在收下 五十八元一斤的柴火鸡 给金大姐一家 带来了一年三十万元左右的收入 而像她和邻居这样 依靠自己的手艺 过上好日子的村民 在令田村还有很多 村庄里还依靠乡村旅游的发展 每年为贫困户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 如今美丽的令田村 为人怀事更增添了一份温暖的颜色 而记者这次来到仁怀市 恰逢这里的茅台镇举办重阳济水大典 这个已久闻名的小镇 如今也成为了游客们心仪的旅游打卡地 我现在是来到了贵州省仁怀市的茅台镇 我眼前这条河就是著名的试水河 也叫美酒河 那说到茅台镇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是中国最有名的酱香型白酒的核心样道区域之一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茅台镇也是一个拥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地方 那现在来到茅台镇真的说是季节非常的好 因为每年赤水河只有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呢 它才是清澈的 今天在这里将有一场盛大的祭水仪式 到江心当中取水来进行祭水 1930年 仁怀的茅台村改名为茅台镇 90年过去后 这个赤水河畔面积不大的小镇 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白酒名镇 出产全国50%以上的酱香型白酒 甚至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 以茅台为首的各种品牌 高中低档 酱香型白酒企业 都依赖着这个神秘的小镇 茅台镇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 大家都想来这里看看 这个传说中到处流淌着美酒的地方 有什么神秘之处 而记者第一个感受到的茅台镇的秘密 就是眼前的赤水河 结束了济水活动 我来到了赤水河边 这条赤水河 现在看完全是清水河 它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 我们请到了当地的酿酒节的负责人 邱总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赤水河它是怎么变的呢 每年重阳节前后 赤水河就变清 因为就正好看一下这个季节 就是我上去的季节 然后到端午的时候 这个赤水河就红了 就变红色了 大家没有见到赤水河的红是什么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准备一下正好有一块红土 比这个颜色还要红 比这个颜色还要红啊 这个是暗红 这个赤水河变成红色非常红 非常红 甚至更鲜艳一些 对吧 离远一看它就是一个红土 那么我们所有茅台镇的酿酒企业 都在这个赤水河了 都得在400米以上 现在这个河床就是400米 就海拔400米 这是已经海拔400米了 对 所以茅台镇整个酿酒企业 在700米以下 420米以上 恰恰就在这个期间 微生存留的数量 最繁长最费 海拔400米的赤水河 从河面向上 至海拔700米左右 充斥着茅台镇 另外一样神秘的食物 那就是千百年来 生长于私的 丰富的微生物族群 这些参与白酒发酵的微生物 被认为是茅台镇 酱香型白酒的奥秘所在 离开这些难以用肉眼 分辨的小小生物 本地就难以酿出 高品质的白酒 而长久以来 本地的酿酒习俗 也给这些微生物 提供了最佳生长环境 人类活动与微生物 在茅台镇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 形成了独特的小生态 重阳节前后 赤水河清 收好高粱 开始进行第一轮的 头料半区 茅台镇的大小酿酒企业 也迎来了他们 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重阳下沙 蒸作之后的 是吧 第一道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 那个糯糕粮 对 它的颜色 是那种 蒸完以后是这种紫红色 带有一点点巧克力色 现在蒸完了以后 它闻出来 那个味道是 是清香的 有一点清甜 工业油是茅台镇近些年来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旅游模式 坐落于赤水河两岸的大小酒厂酒房 很多都欢迎游客参观了解 酱香型白酒的制作过程 并以此为契机 推广自家的白酒品牌 以酒星旅 以旅促销 成为当地工业油 一个显著的特点 秋阳的酒厂 就位于赤水河的东岸 依山而建的厂房 呈现出独特的节奏感 被当地人称作 茅台镇的布达拉宫 你看这上面 像黄虎一样的东西 它其实是 就是需要 需要 需要需要粉碎 粉碎的越细越好 当然我们是需要 成阳下沙 现在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必须它得 有几个页 这牙鹅之道的传统 在茅台镇 制作酱香型白酒的方法 并非什么特殊机密 大部分人都能告诉你 12987这么一串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茅台镇酱香型白酒 一年只酿一轮酒 分两次投入西南特产的 糯糕粮 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 七次取酒 这么一个将近一年的漫长酿造过程 那么如果技法没有保密 为何酒的口感和品质 还是多少会有些差别呢 哇 这泼的是什么热水吗 热水 涨水 这是要再干什么烫它吗 烫它消一下毒 消一下毒 烫下去它就不会吃下去这个酒的水分了 你现在看的 你现在拿到的这就是去年的老招 去年酿酒 什么的招 我还以为这是办好的 这是上面封一层酒招是吧 然后上面才用红吉 这个红吉也是一样 碗桶就是用这个盘雨 它这里含有大量的味噌 这就是茅台镇 酿酒的特色 红泥的土地上建立了轿石 就是同样在茅台镇里面 不是红泥的土地 也不是 建不了酵池 建不了酵池 这一个车间是52个酵池 目前我们这样的车间有28个 1366个酵池 酿造酱香型白酒需要七次取酒 每次甚至每个酵池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邱阳的酒厂是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 他介绍说 大量的酵池是白酒味道的保证 丰富的鸡酒保障了酱香型白酒盘钩石 丰富的口味层次 就像我们画家去做画 它一共就三样的色彩 和三样的色彩 它画出来的东西就会绚定 储存让这些鸡酒伴随自然的洗礼一起成长 让它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变化 茅台镇的调酒师知道 这些老酒才是勾调出高品质酱香型白酒的核心关键 因此除了产能和规模 有没有足够年份的老酒 往往是茅台镇的白酒行业中 评价企业实力的另一个重要标准 这都是轮次酒 你像这个就是15年第一轮次的二级酒 每个酒才能够挂在一个身份上 那二级酒是什么 达到二级以上的 这个就通过这个时间的陈列 它还会往上升 只有这样的酒 我们才把它单冷次的储存钱 作为日后的老酒 调味酒 像这样的酒 我们就可能需要存到20年 这个还能够存好 这是敦坛 一个坛子里 它装满是一堆这样的酒坛 他们有几万 邱阳的酒厂虽然规模很大 但在茅台镇 却是一个年轻的企业 他们产出的鸡酒 也仅有一部分是十年的老酒 虽然调酒中所用老酒占比很小 但想要做出一款好酒的邱阳认为 存老酒才能酿好酒 因此到现在为止 这么一个规模庞大的酒厂 还没有把自己的商品酒推向市场 我身后这瓶大罐子里面全是酒 对 是吧 这样的罐子有多少 千尊罐以上的 有将近一百的 我们企业听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企业 到现在就有十年 也有十年了 十年了 也就意味着 其实我们企业自己生产的酒 现在最高也就是十年的酒 对 最高也就是十年酒 我们自己生产的酒 到现在呢 我们在这之前 自己的一瓶酒没有过销售 一年一年光生产不卖酒 我做的就是想做的时候 一瓶好酒了 没有老酒就做不出来 对于茅台镇的酿酒企业来说 原生态的赤水河 特殊的红泥土 神奇的微生物 是天赐的礼物 而独有的酿造方式 和对一瓶好酒的坚持 则是他们对一个行业的敬畏 不过对于游客来说 体验过了这里的工业游 一定要逛一逛夜晚的茅台镇 记者来的日子 正好赶上一场焰火晚会 在观看焰火之前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 本地一条特别的步行街的风情 看 上面写着叫杨柳湾 这个地方的建筑非常漂亮 就是充满了前北风情 所以你看这边 随时都有人在拍照 这个地方就会拍照 茅台镇还是有茅台镇 自己的特点 就是说它极其是步行街 像这样的地方 路两边 也仍然像比较的街面一样 所有店铺几乎都在卖酒 都是茅台镇出产的 各种品牌的酱酱性的卖酒 您好 您好 您请 您请 这路两边是不是全部都是长久的 对对 都是长久的 我本来还以为 这会有很多小区啊什么 小区那个地方没有 在那条街上是没有的 所以就来到茅台镇 就纯喝不吃是吗 对 来茅台镇是那么讲的 来茅台是买醉的 买醉的 买醉 天哪 我酒量不好 这是咱们茅台镇上的酒 全部都是酱酱性的酒 茅台那边都是酱酱性的酒 而且标准是53种 您拿杯子到这个里面 那下面那个 哪酱酱这个 还有讲究啊 有 您的体温对酒的这个叫什么 会有影响 口感有影响 对对对 大家喝酱酱性白酒的时候 不要抓这儿 抓这个杯子底下这个拖着 否则这个体温会影响 这个酒的口感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是那个酒是 一咖二文三品 好喝 好喝 是这样这样造的 就是它那个酱香的那个尾韵 那个口感还是很好的 特别浓郁的那个酱酱性白酒的那个香味 真的耶 这个阿姨说喷喷香 我就喝到嘴就觉得喷喷香的 贵州 仁淮 茅台镇的杨柳湾步行街 没事别乱逛 逛一趟要倒 因为不停地在尝酒 太厉害了 这样 应该 燕火快开始了 我们过去看燕火 一场盛大的燕火万会 是纪念茅台镇成立90周年最好的庆年 把神秘的酱香酒文化 当成文旅发展的依托 不仅给茅台镇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更是为本地白酒企业的品牌推广 和产品销售带来了好的契机 让茅台镇这个中国酒都更热闹 更富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